医管局说昨日有2700个新冠病人在公立医院留医 大部分属轻症 留医院时间比较短,平均是4.8天 另外,紧急应变指挥中心已经恢复全日运作 相信可以应对新冠感染个案增加的情况 在防疫方面,医管局我可以告诉大家是严陈以待的 因为昨日局长都说了,现时估计已经开始过万钟了 数字或者会继续上升都不定 所以我们医管局第一,应变指挥中心已经开始了24小时运作 我们会密切监视着每一个联网,每一间医院的病人 入院出院病床情况,随时需要的,我们会去加临时病床 我们也已经调配了额外资源给我们的前线同事 让他们可以更加集中精力去抗疫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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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